你敢相信这个坐在电脑面前 以素颜办公 并且还能领约看见脸上的油光的女人 正是当下国产职场剧中新女强人形象吗 要去相信她的确很难 毕竟以往的国产职场剧里面的女强人形象 通常是踩着七零米的高跟鞋 画着大红唇 小西服一穿 坐在办公里上 用面无表情的演技 一说出几句没有感情的台词 便能营造出所谓的高冷霸道女耸才 细许观众为此被吐毒很深 潜移默化地认为女强人的形象便该如此 事实上 但凡在职场上打工的朋友 心里最认为真实的一个无疑是前者 该片段正是出自于 近期大热的商战职场剧《书莹》 那个坐在电脑面前毫无形象办公的 正是戏里与男主之恒的销售总监的洛家 由于剧情真实刺激 没有以往披着职场外衣 实际演的还是玛丽苏偶像剧的套路 让书莹一上线后便拿下 收视率和热度全国第一的好成绩 该剧剧情进行到一大半 辛直蕾饰演的女主洛家早已深入人心 仔细看她长相 其实很有特点 尤其是那双凌厉的眼神 为她带了份疏离气质 也正属于标准的女强人形象 而且辛直蕾以往作品中 也有过出演类似强势角色的经验 有趣的是 如果现实中没有这方面的经历 很难演出女强人的精髓 戏来源于生活 现实生活中的辛直蕾也很强势 就连她都评价自己是一个野心勃勃 对前极其渴望的女演员 适当藏在脑子里的野心 能促进人进步 但很少见人直接将其写到脸上 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 致使辛直蕾如此做的 这次 我们就来聊一聊辛直蕾 林妖新家大女成长季1986年 辛直蕾出生于黑龙江鹤岗市一户贫苦家庭里 刚出生的辛直蕾 连一件合身的衣服都没有 一家三口挤在一间破破烂烂的小房子里 打从辛直蕾即使开始 她便尝到苦和贫穷的味道 随着弟弟妹妹出生 这间本身就很小的房子 变得越来越拥挤 由于父母工作忙 后来辛直蕾被送到姥姥和姥爷家里照顾着 二姥都是和矮可亲的老人 在那个年代并没有因为辛直蕾是个女娃娃而对其冷落 反倒是对亲孙女儿很是疼爱 即使好不容易有钱买了一顿肉 也要把好吃的留给辛直蕾 所以 从小被两位老人家照顾长大的辛直蕾 对姥姥姥爷有着很深厚的感情 人穷之不穷 那时候的辛直蕾 有一个当服装设计师的梦想 梦想大多数来源于现实生活 辛直蕾经常捡着大人不喜欢的衣服来穿 新衣服屈指可数 或者说根本没有 因为穷 辛直蕾受过太多苦 原本最该补充营养的年纪 她的体型十分瘦小干扁 每次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去上学 总会遭到同学的嘲笑 对于辛直蕾来讲 当一名服装设计师 不但能够弥补小时候没新衣服穿的遗憾 而且该职业前景很大 到时候有钱便不再愁没肉吃 受到家人的支持 辛直蕾瞬间自信满满 向来成绩优异的她在高考超常发挥 如愿被辛宜的设计学院录取 为真正实现设计师的梦想 以及为减少给家里人的负担 在上大学的三年时间里 辛直蕾一边努力学习一边勤工俭学 虽然很辛苦 但她却过得十分充实 因为此时她只需要在学校里再读一年 便可以顺利毕业 等到找到一份靠谱稳定的工作后 她一直以来的设计师梦 终于可以真正实现 天宫不作美 偏偏在辛直蕾学业最关键的时刻 给她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打击 辛直蕾大三那年 突然接到家里人的电话 被妹妹通知爸爸出事 要她赶快回家 辛直蕾当时内心就涌出一股不安的情绪 她不敢多想 立马坐上回家的车 果然 父亲病了 而且是永久瘫痪在床的绝病 看着家里人抱着哭成一团 辛直蕾也险些快要崩溃 但李智告诉她 作为家里的老大必须坚强起来 顶替爸爸成为新的顶娘柱 为给父亲凑齐巨额的医药费 辛直蕾不得不兼顾学业时 多达几份工 可即便是这样 身为学生的她根本挣不了多少钱 在一次做礼仪小姐时 辛直蕾迎来了她人生中第一个机遇 由于辛直蕾长相不错 身材高挑 无意被真子丹经纪人看中 见到她的难处 便建议她去做演员 对前十分渴望的辛直蕾 由于在三后 还是选择在大三这年退学 转而起后被娱乐经纪公司签下 在公司的安排下 辛直蕾又立马进入到 中戏表演戏进修了一段时间 至此 辛直蕾肩负起就负得重大责任 也走上了一条 与她最初梦想截然不同的演员道路 02 为救父亲 从服装设计师到演员 虽说辛直蕾顺利当上演员 但她的戏录并不是很顺利 由于辛直蕾是把录出来的演员 没背景没资源 只能从龙套和没多少戏份的配角引起 而这龙套一跑 就是整整八年时间 于此拍戏期间 辛直蕾前前后后加起来一个月 不过两千块钱的生活费 就这点钱在弱大北京城连塞牙缝都不够 可以说在辛直蕾最困难的时期 她连自己都养不起 不过 这还不是令她最痛苦的事 当习惯将所有事隐忍在心底里的父亲 开口询问女儿是否能够买一台电脑 来进行聊天解闷时 辛直蕾选择狠心拒绝 不是她不愿意 而是辛直蕾当时拮据的不是一两点 她连几百块钱都拿不出 更何况买一部好几千元的电脑 父亲听完后也只是说了一句没事 这更加让辛直蕾心里过意不去 痛苦不已 造化弄人 后面最疼爱她的老爷子 被查出肝癌晚期 当为日不多的老爷来北京看望她时 辛直蕾兜里揣着所剩无几的工资 打算带着母她吃一吃北京最美味的烤鸭 但结果却吃得很不好 老爷为帮辛直蕾省钱 根本就不舍得点菜 唯一点的一份肉 还全部夹到她的碗里 就像是辛直蕾小时候她惯用的操作 总会把最好的留给她 这份温情令许久都很少哭得她彻底破防 此时的辛直蕾心里寄愿恨着老天 为什么不给她留一条出路 同时对钱的渴望扩大到极点 为拍更多的戏份赚钱 辛直蕾每当戏拍完 就快速奔波于各大剧组面试中 每当合作演员叫她聚会时 辛直蕾通常选择拒绝 久而久之 很多人以为她不好相处 也就没人愿意主动问候她是否一块同行 其实当时的辛直蕾 又怎么不想和朋友们一块去聚餐呢 但她不得不这样 彼时心腹病情加重 彻底瘫痪在床 必须他人帮助才能够做其他活动 辛直蕾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开始越来越无下线接片赚钱 无论是不是烂片 只要有钱赚她都会接 甚至有的时候 她会被导演要求秀身材 为增加片酬 她不得以妥协 渐渐的 辛直蕾陷入到烂片的漩涡里 到最后根本没人关心她演技如何 全都奔着其身材去了 03 八年陪跑而出头现实的娱乐圈 令辛直蕾意识到光靠韩响红的口号远远不行 而是必须要拿出实际行动来 于是辛直蕾时不时留意自己心仪的角色 并为自己争取着 2015年 辛直蕾来到电影《长江图》剧组面时 当导演问她是否会有勇时 生怕机遇会在面前跑掉 辛直蕾立马点头说会 而到拍摄现场 全剧组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汉鸭子 可没有办法 拍摄已经进行中 只能让她一遍遍做出符合导演要求的效果 辛直蕾从不会埋怨或是喊苦 就这样 她愣是在大冬天的泡着冷水 这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 直到导演喊通过 辛直蕾才得以喘口气 后面过程很顺利 快拍完时 辛直蕾满脑子都在想着 拿完片酬一定要立马给父亲买个电脑 重新将老爷带到北京 吃一顿快乐的烤鸭大餐 结果 她不仅没实现 还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 而没多久 爷爷也离她而去 两个最爱她的男人相继离世 那一刻 辛直蕾的世界崩塌殆尽 生活还是要继续 抑郁一段时间后 上天终于将她这些年所受的苦 转变成本家相逢的收获 首先 辛直蕾拍的那部 《长江图》在上映后获得一致好评 她也登上国际红弹舞台 知名度得以提高 凭借着不服输 敢拼敢吃苦的尽头 辛直蕾也带出过不少好作品 好比说绣春刀和斗破苍穹 当职业生涯一路高歌时 辛直蕾将赚来的钱 第一时间用在家庭上 既然她无法弥补爸爸和老爷的遗憾 那么就将此转移到母亲和弟弟妹妹身上 只有这样 她才无愧于自己 更是不会让九泉下的父亲和老爷失望 事实证明 辛直蕾做到了 凭借着她杀和如意传等优秀佳作 大家终于认识到圈里还有一个叫辛直蕾的实力派女演员 当人气上升到一定程度时 辛直蕾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着 而其成功背后的故事也被彻底挖出 这就是为何辛直蕾能够在舞台上大放坦诚对观众说道 我对金钱有着欲望 对红有着极大的野心 那是因为她如果早点做到 就永远不会为一顿饭和一部电脑后悔自责 而且通过辛直蕾的演讲 也唤起不少观众对父母的思念之情 或许你向往着镜头面前光鲜亮丽的辛直蕾 但她也许正在羡慕着那些父母 见去和孩子之间没有遗憾的动人亲情关系 看到这里 也难怪辛直蕾能将输赢里面的洛家眼活 她虽然是一名销售女总监 看起来职位工资都不低 但却十分停意近人 既敢说敢做 又有着超强的业务能力 整个人极其低调 总而言之 这与现实生活中的辛直蕾很是相似 面对如意传被他人杀耳光的戏 为寻求真实效果 她直接要求对方争打 而又在前年播出的紧急救援中 她毅然决然为角色接受每天八小时泡在水里的特训 明明是一个汉鸭子 到最后硬生生学会潜水 没有花边新闻 谦逊低调 辛直蕾不愧是洛家本家 你们呢 是否也喜欢辛直蕾呢